撤销助金办 在今天香港的媒体上 也引起了广泛的报道和评论和注意 有些报道还用了一些错误的标题 说北京下令关闭助金办 其实不是所有的助金办都关闭 那么现在在北京到底有多少助金办 香港大公报今天提供的一个数字 大概也有1万家 超过了1万家 因为现在中央确定你可以保留的 那是各省市自治区 以及省级市 还有那些计划单列市 还有副省级的城市 这些是可以保留的 那么至于那些地级市 他们现有的这个助金办 要由各省的这个政府 他自己来决定 那么我估计呢 因为中央发出了一个红头文件 所以各省呢 他也会从严控制 那么另外还有大量的就是 各种各样的这个 除了这个县级市啊 很多地方很多区 甚至很多这个大企业 还有各种各样的协会等等 各都有这个助金办 所以上万家之多 实际上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数字 形形色色 上万家的这个助金办 这也是真的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这么多助金办 他设在首都精神 他当然有他的这个作用 他的存在也有他存在的理由 当然人们对他的一个副作用 也看得很明显 他行政和这个经营的不分啊 然后呢 这个他也是腐败 容易重生的这个地方 因为他比方说 他这个助金办 北京管不了啊 地方就北京市管不了 但是地方上他也管不了 那么这个都所以容易产生这个腐败 但是除此之外啊 我想这个他的一些弊端的 这个人民也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在想他还是有他存在的理由 不然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一个助金办 我记得北京有一家报纸 好像是环球时报 他们就做过类似的报道 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的情况 日本大概只有几个地方政府 他在东京有个办事处 而且他这个办事处 跟中国的助金办完全不一样 在华盛顿也没有什么美国各州的这个办事处 莫斯科也同样是如此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助金办呢 显然他有他的功能 那么以我过去啊 我过去在做这个文字 做这个平面媒体的记者的时候呢 也曾经这个多次到北京采访 也接触过一些各省助金办的这些官员 我在跟他们的这个交往当中了解到 其实助金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他们就是要在北京了解各种各样的这个资讯 首先是官场的资讯 特别是那些涉及到本地高层人士这个变动的这个资讯 一个因为这个对于地方的官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不能够说等这个中组部这个下子通知 然后他知道消息可能就太晚了 所以他们要提前知道消息 而这一点呢 我想也是一个灰色地带 那么刚才那位这个施晓丽也讲了 其实你要撤销助金办虽然很容易 但是这个助金办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死灰复燃也太容易了 上有对策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也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 所以半年之后 我们再来看中国这个各地啊 这个数以万计的助金办 他们的命运究竟是如何